大家好,我是阿彥哥 今天有一個打架系列 如今的標題就是 I move his cheese 大家早就知道 就是故事書 Who move my cheese 香港人的故事書譯作 誰偷走我的芝士 大約人譯的 就是誰移動了我的語落 其實我講move 這個字用的偷詞不太好 始終是移動 即是移動了別人的東西 那別人才發火 為何我今天拿這個主題呢 就是原來有一個YouTuber在罵我 我聽完他罵 混蛋混蛋混蛋 為何這麼勞氣 發脆口說混蛋呢 原來我移動了他的芝士 所以他在這裏發火 那我做甚麼 來到激怒他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就不要錯過今集了 在未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訂閱的請幫忙訂閱 請贊同及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請幫忙看完廣告 多謝大家支持 這個YouTuber是誰呢 我就不開名 不過有些少許資料給大家 現在他的訂閱是97,700人 我看看他做了多久 做了5年那麼久 才得過9萬多人 所以其實我很欣賞劉定堅 他去年10月開始做了 做到現在10萬 雖然我不太同意 他有時候 站在道德高地 但我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他做YouTube那種策略 還有他那種勤力 真的勤力 不要理人 別人做5年才得過9萬多人 就算數 我也知道 你訂閱人數多 就不代表你多人看 我們又看看他的數據 劉定堅最喜歡教我們 就看中間那一行 究竟他一個月賺多少錢呢 根據這個人 賺600多磅 即是6,000多元 不過我相信他投資應該會多一點 我們加2000元給他 即是一個月賺8,000元 即是一年都勉強賺到10萬 希望他賺到10萬 我們看看哪個行業 今天他過去一個月增加了800 但跌了33.3% 為何人數增長會跌呢 是否經過了飽和點 接著觀眾就開始覺得 沒有了道呢 為何一個訂閱人數 會突然減少了增加呢 如果做YouTuber覺得頻道好 一定是一個月比一個月好 或者不是都維持到 但為何突然間 他比上個月跌了33.3% 但大家不要忘記 他已經做了5年了 應該就很熟悉遊戲 是怎樣玩的 不過我們在Social Bay 都看了一些事情 就是如果一年只有10萬元 其實是維持不到他的生活 即是他的收入 就不應該在YouTube 我們又看看 他的收入在哪裡 原來收入就是 我移動了他那塊芝士 或者叫娛樂 難怪今天發脾 就這樣扑街扑街扑街 我移動了他那塊芝士 第一塊是什麼 原來他是教科成 阿sir 什麼sir 我經常都說 大家就學這些財務知識 或者地產知識 就不用跟隨 是吧 有心教你的YouTuber 根本就很像這樣 是YouTuber教你的 不需要付錢 好了 第二塊芝士是什麼 原來他有個海外 這個 是一個置業訓練營 就是帶你去看樓買樓 對吧 喂 好像早年 他有沒有帶過大家 上大灣區買樓 那些是否輸了 他好像說自己都沽了大灣區 喂 你沽的時候 有沒有叫你的粉絲沽 喂 如果你沒有叫你的粉絲沽 誰比較差 就是早幾年 你的頻道只有五年 我當你在四年前 或者三年前 就叫了一些人 上大灣區買樓 自己都賣了 好了 又不知突然間就說 因為大灣區的樓跌 我已經賣光了 嘩 我心想你媽媽 你自己去賣樓 就不叫人家賣樓 賣了才發聲 他一開始就說 不認同我的說法 其實我的說法 不需要你認同 你又不是我爸爸 又不是我老師 我沒有上過這些課程 為什麼我要你認同 你有你講 我有我講 你也不用要我認同你的說法 他說我的頻道只有三樣說 一個是出賣朋友系列 第二是說樓市很差 第三是擔定鎮仔吃花生 所以他覺得我好糟糕 屌啦 媽媽 你有沒有看完我的影片 我是不是只有這麼少影片 我數數給你看 你學習吧 第一個 你除了這三個之外 還有什麼 樓市信箱 又有這個 拉贏哥的生意失敗經 還有我今集 打架系列 送給你的 你進來Patreon看 更多東西看 有這個炒架系列 還有很多系列 我正在推出的 什麼酒樓風雲 導流他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看了我少少影片 有定性 終於找到你的壞事 終於可以說話 我又跟大家說說 他應該早一年前 出了一條片 移民英國很慘 你知道他去英國 入遊園 被在下面的觀眾笑 英國哪有入遊園 大哥 你有沒有人去英國 可能去英國旅行幾次 但是旅行可能跟旅行團 就不用自己開車 你自己開車 英國入遊是自助的 大哥 我已經教過你幾次 英國是沒有入遊園的 他這種人就是什麼呢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自己認為對就對 自己認為錯就錯 你很多事情都錯了 我告訴你 他去了英國 就說風涼話 喂 大家為什麼要走 你為什麼要去日本 你去日本的原因 就是大家都害怕 但是我就敢言 而你去日本之後 又說要回香港吃 我們這些叫什麼 孝婆守不了掛 你要賺吃 就不太離開 這麼簡單 還有一件事他冤枉我 他就說 我自己認為 在最美的時間 在最美的時間 就賣走香港的東西 如果大家的觀眾都知道 我移民之後 我還有很多東西不賣 我的頻道一直說 去年年底 是不是去年底 2022年的年底 我賣了他的寫字樓 虧了三百多萬 我還在賣東西 二、三年 我還在賣東西 我還有幾個車位還未賣 我不是賣光 我都有輸錢 移民之後 我賣東西 不是我不用輸 我一直叫大家 沽貨的時候 我自己都在身體力行沽貨 輸我自己都要走 大家都看到 他的問題 就是 未能看完我的影片 就說 糟糕糕糕 你看完我的影片才說 他就說 我沒有幫到香港人 他就說 我作為一個有人看的頻道 有一個公共使命 我為什麼沒有幫到香港人 過去那麼多 你問一下我的觀眾 就知道 從去年年頭 我叫大家走 一直走 我不是叫大家 很多觀眾問我 現在好嗎 我先不要 去到二、六、二、七 是否救了他們 有些觀眾問我 是否現在沽樓 年頭和年中 很多人問我 我叫馬上沽樓 是否現在是全部對 我不是幫助香港人 即是你一旦說 我有人看了公共使命 現在你的頻道 是沒有人看的 一個月才得到八百人增長 真是收家 但他就說 我在我的影片 就沒有給香港人 在這裏恨災落王落井下 還叫我仿佳 其實誰仿佳 是你仿佳 為什麼是你仿佳 你是沒有看完我的影片 在說話 去年我的金句 大家觀眾都記得 你不上救生艇 都要穿救生衣 為什麼 就是你們 可以移民的移民 但是很多人 因為自己 可能工作有問題 或者是家人 有老人家要照顧 是不能移民的 這些人 今天要穿新衣 即是怎樣 在外面開戶口 轉定外幣 即是在外面開戶口 就轉定外幣 不要開港幣 我們怕他脫鉤 為什麼最近幾個月 有沒有說呢? 因為真的要離開的人 已經離開了 你自己也離開了去日本 我還說來做什麼 我便繼續呼籲大家 有樓好走 真的要沽了 未買樓的就不要賣 等到二六、二七年 大家觀眾可以做證 我這些是否給香港人 不是你的 你上課程 上課程 就財務自由 神經病 上課程 是不是個個都財務自由 財務自由 本身每一個人不同 有些人覺得 我有100萬 我夠了 有些人不是 我一億才夠 我十億才夠 有些人覺得 我五十萬夠了 你看看 我在逗幣 我經常見到人躺平 我五十萬就回到農村 自己種菜 接著那五十萬 吃飾的就是要來 他們是不結婚 不生孩子 又不買房 因為去農村 有房子 其實這些人 我覺得他們已經是財務自由 每一個人心目中 財務自由是不同的 不是越有錢越財務自由 如果你說越有錢越財務自由 其實你們永遠都不會財務自由 其實財務自由 這個詞 我都覺得在騙人 騙人 第一就是大家去參考那些課程 一個人 活得開心 就可以了 不用你有多少錢 身家 就是這麼簡單 很多人身家都很不開心 很多人還有抑鬱症 有一些人 其實天生很滿足 我知道 有份工作 然後有飯吃 很滿足 這些人已經是一個自由心態 我覺得 你們不要做什麼財務自由 這些課程騙人 我們才可以 好了 他用了長江洪水橋 那個盤 Dolios 他就說 我在這裏邀丘那些 那些業主 就付資產 沒有給他們一個小巡 他就說他有給的 就是怎樣 叫人們強行上會 然後就 起碼有層樓住下 喂 我給了 你有沒有看完我的影片 因為我看完我的影片 我想他都沒有每一條看的 喂 我的意見是什麼 你們如果上了會 就上了會 接著怎樣 收了樓之後盡快賣 這個就是我的意見 但也有些人 沒有負 因為已經是負資產 貼不了出來 貼不了出來 就硬吃 這個沒辦法 是硬吃的 我是不是給他們一個解決 收樓之後盡快賣 是不是解決 為什麼我可以叫他們盡快賣 樓價跌 混蛋 好了 他又說 我沒有顧及這些業主的感受 喂 我為什麼要顧及他們的感受 第一 他們要買這個洪水橋項目 是不是我叫他們買 不是 我不跟你 你叫別人上大灣區買樓 我沒有叫別人上大灣區 亦都沒有叫他買這個洪水橋項目 喂 我這個頻道說真話 是嗎 我得罪了很多人 現在的持貨業主 這些地產代理 你們這些課程 什麼什麼 這個發展商 如果我要照顧你們這些人的感受 其實我這個頻道應該收拾去 不應該把這個樓市的真相 告訴大家 其實我也是說一句 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你看完我的頻道 你這麼生氣 不停摸街 不如就不要進來看 看一看你做 也很生氣 你這個投資頻道做了五年 才只有九萬多個訂閱 我相信我會給你早達入十萬個訂閱 你又看看信不信 你再這樣進來再看我 其實你很傷心 一個這樣的新頻道 做了兩年 做兩年鬆一點的時候 竟然可以接觸你這個五年的頻道 你是不是應該要檢討一下自己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還有為何現在的粉絲會離開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自己也不檢討一下 你自己的頻道 為何觀眾都離開的時候 你進來看一個頻道 看完還生氣 還生氣 還生氣 這樣罵我 其實有什麼地方呢 你看過一個頻道 大家看完應該開開心心就算了 你不是的 看完之後很生氣 晚上晚上睡不著 每晚都會生氣 其實你自己是作賤 只是用來淺 如果有觀眾會看這個面相 或者看看YouTuber的面相 我們經常說什麼 相由心身 我就免得評論 一會兒說我生安白做 又不理會她的感受 觀眾如果懂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告訴大家 究竟她的面相是怎樣 經常說我沒有給大家一些資訊 應該是現在這個情況是怎樣做 我給了很多建議 我出了這麼多影片 你肯定不是全部看完 你才在短章取義 我不是只會說那句 扔電凳仔吃花生 我一直叫大家不要買樓 即是有樓的就盡快估 輸小當人 這個是不是建議 未有樓的 大家不要買 等到二六、二七年才買 這個是不是建議 好了 已經買了樓 減了劍期 現在已經是負資產 那怎麼辦 如果你是怕被發展商追差 上了會先 接著收樓盡快估 這個又是否建議 只要你說你負資產 沽不到 這個我也愛無能助 因為不是我叫你去買樓 這個 如果這幾年 尤其是二二年中之後 你聽了誰叫你去買樓 而你真的走了去買樓 你怪那個人 好了 就不要進來怪我 因為我從我開始 我一直告訴大家 真的樓市不行 語眾深常 差不多天天都告訴你樓市不行 你們是不肯相信的 即是我叫大家不要買樓 你們是要去買的 我不是擔定陣子吃花生 我有什麼好做 怎樣 拿槍叫你們不要買 即是我叫你們不用上 什麼什麼的堂 根本在互聯網 我叫大家不要去買樓 你是要參加那些什麼 什麼肢業訓練營 海外什麼肢業訓練營 那些 你要去死 沒有人不讓你去死 是不是 我叫大家不要做 是不是 咦 這條片這麼多 初口會不會黃標 不過都沒什麼所謂 即是告訴那個人 你先看完我的片段 斷章取義 只是以為我懂得 不顧別人的感受 喂 我給你們建議 你們是要去死 我沒有辦法 是不是 你這麼有空 說這個不對 那個人不對 你自己檢討一下自己的頻道 那些人為什麼會流失 你不是踩下我 那些人就會上課程 也不會參加 什麼所謂海外置業訓練營 而觀眾的多少 就視乎你的頻道 有沒有養分 為什麼我的頻道 越來越多人看 不是那些人進去看八卦新聞 又不是說明星新聞 我很少說的 不是不說 很少很少 主要都是說樓市 那些人在我的頻道 真的了解到樓市的真正面貌 是怎樣 還有我又給大家建議 不是你所說 在這裏落井下石 我什麼時候落井下石過 我叫你不要買 你是買的時候 你要去死 我也沒辦法 我這個頻道 不可以照顧全香港人的 所有的感受 是吧 我自己照顧什麼呢 就是信我講話的人的感受 所以我什麼 樓市會跌多幾年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今次的跌市 大家不要小看 在2月27號 阿翔一說完這個切辣之後 我立即一個小時後 我出了這條片 這條片我講過的東西 全部都對現了 如果大家有時間 可以再回看 那我是不是給大家 那我是不是給大家一個預測 是不是全部中了 那是不是給那個什麼 說香港的樓市 是不是更加準 很多這些 就是靠這些 課程吃飯的人 很多時候說話 無靈兩可 有這樣的因素會升 有這樣的因素 就會跌 可能我還是看跌多一點 這樣就完結了 萬一幾個月後 樓市升的時候 我幾個月前 我都會說 因為有這些因素就會升 我拉人哥的風格 不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 樓市是慢慢地 低一點 如果有什麼突發市 或者什麼有個年尾 經過金融海市 就更加強 我會比一個大方向 都是跌 就是給大家 就不要有什麼懸念 又會有什麼因素 又會升 因素一定有 我講的東西 其實就是 你相信就好 你不相信就算數 我不會顧全香港人的感受 如果顧全香港人的感受 我不是香港政府 我不是香港政府 我只是一個YouTube頻道 我是在分享我對樓市的看法 他一開始說不認同我說的 不認同 你便不要進來看 看完你又這麼 勞氣 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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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讓賽 你們欠幾千就到了 我欠萬多 一萬六千多 大家都是一個投資頻道 你又多說一些 除了講生氣 還有其他投資項目 我又專門一點 我只是講生氣 就算我炒Bitcoin 我都不會教大家Bitcoin 因為風險太大 我自己輸了 沒所謂 觀眾輸了 我要負責 跟我買 你們的MusserMusser 今天收了這個學費 學員有沒有成績 有沒有結果 有沒有輸錢 就不用管了 關人忍事 看看究竟我淘獨香港市民多 還是你們的MusserMusser 淘獨香港市民多 各位觀眾各自有這個定奪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看 拜拜 variation 都沒有 也贏 有 有 一 都 有